很多村伯说老花姨,冬天牵插的小苗生长得怎么样,你是关心我们家的是吧,给大家也看看吧,你看,有的呢,也已经嘎了,你会发现一个什么事呢,来,就是,你看,这种的,它有的会死,就是根系长得也很壮,看到呗,老花姨养得也很好,但是呢,有的它就动嘎了,明白了吗,你看这个嘎了吧,再找一些个要嘎的。 我们家的温呢,对,老刘刚才还说,我们家的温还嘎,这个也嘎了,这个还没死透呢,这个就是炒太多了,炒太多了,已经掩盖了它的这个生长光芒了,死的不多,就死了个三颗两颗,就长得挺好,毕竟这个家温还是没少花钱,长得还都挺好的,就跟话我们说呢,养花谁都有一个, 偶然性,就是,都有可能会压死,但是呢,总体来说还是蛮好的,不会说是,轻易的就容易都嘎屁了,明白了吗,特别,有的会死,这只是个例,很个别的,很少,就是我们牵插的总的存活率在99%左右吧, 主要是用的一些什么东西,有的话说,老朋友,你教教我,你们牵插,从头到尾的一个过程行吗,那首先呢,我们会选土啊,这个我是我们进口的泥炭啊,看到没,都是这种进口的泥炭, 它在没拆包的时候啊,它都已经做了这种杀菌的一个处理,所以说这个泥炭的质量会很好,我们会给它掺好,拌好,然后去用,明白了吗, 然后我们第二步就是找一个花盆了,花盆不用太大的,承插花盆尽量不要大,越大了越不好,体验感不好, 就像我大舅子第一次,我给它安排个60岁的,它体验感就不会很好,它就不喜欢,要给它安排个16岁的,它就,咦, 那第二步呢,我们就是选择一些个比较健壮的这种枝条,看到没,就直接给它剪下来,看到了吗,我们就开始给它牵插, 就这样,这个杆子其实最好啊,不要这样插到土里面,最好是这样,看到没,就这样, 牵插这个球篮最好的方法就是这样,最好是这种横着,横着不要太深,我们说的最好是这样, 就是你们完全也可以插进去,这个影响不大,也可以这样插进去,但是插进去容易,我怕它容易烂, 所以说我就没有插进去,那当然了,我们剪刀要做一下消毒,然后呢,我们会用什么呢,叫生根液,还有一些杀菌药, 人话说老花衣的三板斧,生根液杀菌药,它本来就那些东西,你去医院,除了抗生素就是抗生素, 就这样了呗,然后浇一遍透水,放到一个温度合适的地方,就这么简单,给你整的很难的那些个, 我告诉你,它都是让你学不会,然后呢,让你交学费, 养花就这么简单,谁插都得死,谁插也能活,学会了吗,学会了记得点个关注, 这是老花衣,养花最短期,白了错过,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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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